新北市历史建物瑞芳瑞山矿业雪煤厂修复及再利用工程 动土典礼上 祥师献瑞 新北市长侯友宜从武师嘴里拿下凤梨 象征好彩头 预祝施工顺利 并且在致辞上告诉瑞芳的乡亲好朋友 尤其是矿工的第二代 当年副职辈忍着闷热挖煤的雪煤厂 在等待20年后即将进行修复 成为新北市最具特色的产业一致 见证过去的采矿岁月 我们总要把矿业的文化保留下来 带动当年的历史的悔积的记忆 也带动我们的观光产业 更让我们的文化的整个资产能够保留下来 这个是我们所有新北市人 也是我们台湾人最美好的记忆 1920年新建的瑞山雪煤厂 1970年产煤量堪称占了全国的一半 更是在台湾的煤矿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在2005年时登陆为新北市历史建筑 却迟迟未能进行修复 如今终于能够筹挫到经费 预计以亿元进行修复 未来连接青春山海线让东北角一带更具旅游特色 点亮黑金魅力 以前在东北角整个矿业的文化 未来逐渐逐渐的把它恢复历史的原貌 带动我们的观光旅游 目前瑞山雪煤厂老旧建物闲置 残破的外表下几乎难以看见当年的风华 透过四十比一的模型来想象 瑞方双西一带的煤矿文化历史轨迹将有机会重现 带动地方的经济与观光发展 中佳新闻林六里瑞婷 新北市瑞芳采访报道